可是聽到最驚訝的就是 他要那個三千的時候 他準備了一個盤子跟 一個很多張字 然後寫每一個人的名字 像夢多 馬丁 小禎 都沒得這樣 然後他給他那個 用那個電風扇 吹這樣 然後 那個字都是跑去嘛 然後他就見起來 飛最遠的那個 然後打開 來 夢多桑 掌聲鼓勵 你講我們的總經理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耶 真的 金銘仔,你上天是... 不亂互說八道 不是,不是,真的 你被告定是時候 我們的告訴我會被告哦 金銘仔,酒醬好爛哦 真的、假的 真的 那還把公司名講出來呢 難怪你們聽到 我說不管啊 不管了 他媽的公也真的 你們猜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是... 其實大家不用太認真 因為談話性節目 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節目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那個老闆很喜歡新的想法 所以 不管你跟他說什麼 就他什麼都給你獎金 所以一個想法 就給你台幣一百五十塊 然後每一個月他會選 最好的一、兩個 然後我就給他 台幣九千塊左右的獎金 對 好像有聽過嗎 幹什麼 好像聽過耶 真的 我不知道這個公司是什麼公司 好像是IT 就是跟網絡有關係 然後就是那個 發明一個東西的公司 然後我是知道他們的方式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 基本上加入這個公司非常的難 所以來的人... 哪一個裡面的人是黨理的 無所謂 因為每個人都很優秀 對 所以用電風扇來決定 對 然後就是老闆 就是說有一個好還不錯的idea 就是說也是鼓勵嘛 然後就是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想法的 那個水平的水準很高 所以... 對... 都不會有失誤啦 對 所以成立這個公司 聽過 好 阿 不 ㄲ 字幕